欢迎收听有大灰狼为您播讲的摩天祭第二百三十九回 六名只要等整个竞拍大会结束 带着足够的零食和材料去找言诀 就可以将这件零器拿到手中了 估计诸位道友等候此时 已经很久了吧 那么下面便是本次竞拍大会的压奏品 也是老夫近些年来少有的得意之作 听出了老夫数年心血在其中的极品灵气 西水盾 永恒三十一重进制 此言一出 整个洞窟陷入一种极其安静的诡异氛围当中 所有人的目光都刷的一下子望向了高台之上的言诀 大多流露出了震惊的神色 言诀见证也没有急着取出拍卖物品 而是目光呢 再一次扫视了台下众人 这才颇为神秘的一笑 只见下一刻 他单手西空一抓 一个碧绿色的玉匣便出现在了五指尖 言诀将玉匣往身前一抛 一只袖子从上面一抖 当即盖子无声刺刑打开 层中小心翼翼的起出了一枚扁扁圆圆的物体 在众人面前一亮 但见一面散发着耀眼金光的金亮的小顿 赫然映入了众人的眼帘 诸位 此顿乃采用王皇妖兽千年龟别兽之 被甲作为顿佩 并加入了当年族中一位前辈 远附近海基元之下 所得到的一块朝夕密金 通过了真元之火炼制九九八十一天方能成功啊 金索用含的三十一同进制也皆为不凡 激炼之后那么一经催动 不但说可以放出金人水木护住全身 更能增长持有者所有水属性功法的威能啊 只见炎诀将霞中金色小顿一抓而出 在身前一托而起 语气之中流露出自豪 听到炎诀所说 这溪水顿竟是蕴含三十一同进制的集体灵气 不但洞窟内众人一阵骚动 原本在冷眼旁观的柳明心里边也掀起了不小的震动 要知道啊 灵气中一旦说蕴含有二十八重以上的进制 便足以称得上是极品灵气了 这蕴含着三十一重的灵气 更已经是中间的极品灵气了 他手中的那口金月剑 虽也说是集体灵气 也不过堪堪二十八重进制而已 而灵气一旦里边蕴含进制超出了二十八重之后嘛 每在其中多名一重 都可以让灵气的威力和之前不可同日而语 这蕴含如此多层数 简直是不可思议啊 柳明当即 眼也不眨的看着石台上男子手中的小盾 心中各种念头飞快转动 和柳明一般吃惊的人自然不在少数 好了 极品灵气西水顿 低价嘛是一百万灵石 每一次加价不得少于五万 各位 现在开始吧 此言一出 动中顿时传起阵阵倒吸凉气的声音 虽说外界一般含有极品灵气出现 即便有呢也大都在拍卖会之中 且最终拍卖价格也在一百多万灵石 这西水顿也是中阶的极品灵气 起价就在一百万灵石 倒是也不算太高 地下洞窟之内也是一片平静 仿佛人人都在等着别人先开口 一百万灵石 既然在场诸位道友都这么客气 那就由在下先开个头好了 一百一十万灵石 一百一十五万 一百二十万 西水顿的价格最有人开口之后 就开始五万十万的往上狂涨 让在场不少原先越狱式 但家底不足的人都脸色大变 刘明虽脸色不变端坐其中 但心象也不禁暗暗自吃惊啊 他是真没想到这极品灵气价格之争 竟然能引起这么多身家惊人之辈 一百六十万灵石 丽某人此次代表沧海王族前来取此灵气 还望在场各位通融一下啊 一个苍老的声音响了起来 顿时那种化精气的威力 马上就散发了出去 沧海王族 已经感受到这股威压 先前仍然喊架的中 有人开始不再说话了 一百六十五万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银林族的利坤道友 什么沧海王族啊 以后在海妖皇陛下面前 在沧海谁还再敢自称王族 一个男人略带嘲弄的声音 忽然响了起来 银林族利坤 六名吓了一跳 眼角微微抽搐 脸上的神色殷勤不定 好似被身上的黑气给遮住 倒也不怕被人发现 银林族总共就这么几名化精强者 六名当日在海族大战中被追杀 事后在内打探 自然也知道利坤 不错 正是老夫 阁下既然有如此兴致 好啊老夫便奉陪到底 一百七十万 只见他单手一扬 他身上的淡蓝色的光韵 便溃散而开 流露出了一名枯兽老者 在下海妖皇座下战将清秦 这件极品灵器 海妖皇大人那是势在必得 一百八十万零食 角落出说话之人 淡灰色烟雾一阵翻滚 从中露出了一名半秃头的青袍大汉 此就是一名海中散妖罢了 有什么校长的 两百万零食 正当那清秦与利坤争得不可开交之计 那一直没开口的三名带着黄色斗笠的人 中间那名魁梧之人 竟然爆出了一个明显的高架 怎么 这沧海王族和海妖皇也都派人来了 如此一来可有一些棘手啊 不仅如此 对方之中都有化精气的强者 那山主大人交代的事可就 无妨 此次我等虽然说是奉命而来 而此两股势力介入却是始料未及 看着架势 即便是被我们拍下 他们也未必会善罢甘休 有我等的修为吗 一旦出了这铁火谷 也未必能全身而退 现在我等只需见机行事 探明此灵器最终花落谁家 也算不需此行 再回去之后 禀明山主再做定夺 两百零五万 两百一十万 在最后爆出两百二十万高架后 黄色斗笠之人便开始闭目养神 两百三十万 两百四十万 青袍大汉刚说完 视线便如同刀子一般钉在李坤身上 无形中的 透出一股恐怖至极的灵力的气息 海妖黄在进阶真丹镜的时候 历经天节 其所有的灵器被毁 现如今呢 是急需一键趁手的灵器 清秦自然是要不惜一切代价 将给西水盾牌拍卖带走 换而言之 一旦沧海王族得到这件 对水属性功法又增幅的极品灵器 此消笔掌之下 对海妖黄一方那是极为不利 两百五十万 此言一出啊 洞窟中又一次的陷入到了沉寂当中 这一幕落在柳明的眼中 自然呢 让他再次在心中掀起了不小的波动 按道这些大势力的底蕴 果然惊人的 拍卖一件极品灵器 竟然说能到二百五十万的天价 不过他也乐得他们之间斗得不可开交 这样呢 便无暇顾及他拍到的镇魂锁了 严爵笑眯眯的望着台下争斗拍卖的三方势力 这二百五十万的天价也是有些超出他的意料的 但是他刚想开口宣布结果的时候 那轻袍大汉忽然黑黑一笑 身躯坐在原处不动 但是袖中单手掐掘 手臂默然一个模糊 竟冲着立坤等海族所在闪电一般的一掌拍出 想要带走这件吸水灯也行 先让本大爷看看 你等是否真有这般能耐再说 还刚落 一刚海族人头顶上空 猛然之间传来一阵剧烈的晃动 随后一个模糊的青色大手浮现 五指一分向下方落去 倾琴默然出手 大出所有人意料 即使同为化精气的立坤 也没有想到对方这么大胆 当其一声怒吼 猛然袖子从空中一抖 一片银霞冲天卷出 轰的一声过后 青色大手和银霞碰撞在了一起 青光银霞一阵交织闪动 当即一股气浪狂卷而出 将洞窟坐着这人大都卷得是东倒西歪 纵然柳明也要捏起法绝身子一尘 这才勉强稳住 原本笼罩在一股海族人身上的蓝色的光运 也在这两大化精气强者的交锋冲击中的闪了几闪是溃散而灭 不过 这股气浪冲击到严爵所在的石台前的时候 却被一层凭空出现的黑色光幕给挡住了 随之那青色大手虚影缓缓消散 最终彻底的化为了无数道氢气消失在西空中 但是严洁见此情形脸色不禁有些难看 柳明借此机会也向海族那边望了一眼 第一眼看到的便是那名曾经追杀的千里之遥 差点要了他小面的利坤 只见这名银林族的化精气强者 面容看起来比以前衰老 可身上气息还和以前一样恐怖强大 柳明心中骤然一阵急跳 费了偌大的力气才勉强让他的目光丝毫一色未露 结果下一刻 当他看到妙龄少女的时候 心中还是骤然一跳 那名橘色少女戴眉穷笔肌肤娇嫩 乌黑绣发披散尖头 显然刚才的交手不但将一干海族人遮掩身份的蓝色光蕴震散 更将少女脸上的面纱意外震落 柳明一看正是海族少女嘉兰 没想到此女竟然和力坤一同来到了边缘岛 这还真是大出预料之脉 那边眼看力坤将自己的一击毫发乌伤挡下 倾勤心里更是震怒 发觉一掐而解 眼看又要再次出手 然而此刻一直站在颜绝身后坐镇的三名戴着笑脸面具中有两人 却是像鬼魅一般 转眼就出现在了他们中间 同时那名仍旧坐在颜绝身后之人淡淡说道 铁火城中拍卖的规矩 金诸位在拍卖过程中不得动手 所得的话 就别怪老夫不讲情面了 在此人说话的时候 三个人身上属于化精强者才有的恐怖气势 骤然释放 在瞬间连结一气之后 竟然压得清秦和力坤都脸色微微一变 三位道友莫要误会 在下只是因为沧海王族的名头甚大 刚刚的只是一时没忍住 想试试这位道友的神通罢了 还望三位不要见怪啊 立坤文言 复首而立 他虽然本身并不是沧海王族知识部落 但此时啊 自然不可能去解释 好了 既然这间西水盾已然有主 亲谋也就不在此多留 告辞 随后三名黄袍斗立人呢 也是轻轻冷笑 在轻袍大汉走后没多久 也出了洞窟 这个时候 言决这才赶紧宣布 那间西水盾牌自然是被力坤 一二百五十万零食的天价 给拍卖到的 好了 诸位 这次的拍卖结束 请拍卖到灵气的诸位道友到相应地点缴纳临时 灵取灵气 叶某还有事就不奉陪了 在场诸位 席听尊便 此刻 言决事先在众人身上一扫微笑着告辞 他走后 背后三把黑色木椅上的三人呢 也互望一眼 很有默契地走出洞窟 柳明自然是被拍卖场中相关的人员带着 从另一个侧门走出进入到一间密室 而当柳明提出打算用资源抵偿证魂锁的灵石后 那个人表示 其资源必须要经过严解本人确定价值之后 才能完成这抵偿任务的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摩天记